花莲市长魏嘉贤18号是接同了社劳客人员 前往了水源街 探视9年前丈夫离世 独居简陋铁皮屋的张姓奶奶 由于近期无色漏水 是由花莲一线同乡公益总会了解之后 再转介由施工所前往访市 市长呼吁花莲乡亲 如果发现有家庭或是个人突发事故 陷入困境的家庭需要外界协助 也可以向当地的里长或是里干事来反映 驾来台湾年近80岁的陆继配偶张奶奶 丈夫在9年前离世 留下她一人居住在水源街乡弄里 简陋的铁皮房舍 由于近期无色漏水 由花莲县同乡公益总会总干事吴哲仲 及里市长欧东升的协助并转介 于是花莲市长魏嘉贤18日下午 协同社劳客长萧子卫前往探视 环境很差严重漏水 然后衣橱啦家具因为漏水的关系 所以说都腐烂了 然后里面味道 我们刚刚大概闻过 真的不太好闻 所以说昨天我去跟我们协会理事长 去讨论过 然后就是说我们的负责帮他修缮 然后卫衣设备了 甚至于要帮他整个房子里面的东西 全部整理过 然后再送他一台那个电动代步车 让那个老奶奶能够代步 希望能暂时能减轻这个老奶奶 他的一个生活压力 然后让他居家环境 所以可以改善这样 我们到水源GH看到的一个张阿姨 那他也将近要80岁了 那一个人独居 那也谢谢我们同乡会的吴大哥 吴泽仲 那给我们做这样的通报 那也协同的里长 一起去做相关的关怀跟访事 那我们希望说也透过一些社会资源 那谢谢同乡会跟里长 这边帮他们有一些部分的一个修缮 那我们会透过一些社会资源 来继续来协助那个张姓阿姨 也希望张姓阿姨未来的日子能够 能够有比较舒适的一个环境 能够生活 一个张先生他因为之前在工作的地方 那不幸中风 那回来以后是姐姐来照料 那也谢谢里长跟里干事的通报 让我们能够来关怀跟鼓励 那我们期盼张先生在日后的复健 能够赶快的恢复身体上面的健康 未来能够重返职场 市长一行能了解状况 省事污设 并承诺会将漏水先行修缮 后续会帮忙将厨房及厕所翻修 另一个案张先生则是在今年初 因左侧脑出血并脑室出血 目前右侧瘫痪附件治疗 申请了姐姐为了照顾 原本经营的小吃点也歇业 生活同样陷入困境 魏家贤表示 花林商侵略发现有家庭或个人 因突发事故而导致生活陷入困境 需外界协助 可向当地里长或里干事反应 帮助他们战斗难关 记者长方烟华林师报导